我这里就单独给大家把第八章算作成一个单独的一张 因为第八章是Windows调试体系的一个实验 所以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之前写过的这个代码量大概有4000左右的样子 所以就单独搞一张 好我们算了不多说我们开始看就是第八第七章第一讲 就是Windows调试体系 总的来说Windows调试体系它并不难 但是它东西很多 就是我们不仅要逆向这个被调试进程 还要逆向调试器 然后才能搞懂它这个一个调试体系是怎么样进行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记 首先是我们看这句话 在Windows中调试器是基于事件处理的 而不是基于状态机的 这句话记住就行 就是在Windows调试中我们给大家画一个图 就假如 我们知道调试它是什么调试什么肯定是进程调试进程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首先来画两个进程 好吧 这个是调试器 就是被调试进程 而它这种基于事件是怎么处理 就是说 我在假如我一旦调试之后 我们两个会建立在这 我们之间会有一种明明的联系 就是他们共同有一个叫做调试对象的东西 他们通过调试对象 这个类似羁绊的东西 他们就是可以来传递信息 就比如我们这个时候 一旦通过调试对象 通过Windows给你提供这些API 你们两个建立这个调试关系之后 就比如我这个时候被调试进程 在某个地方在某个代码段 然后突然发生了一个异常 不知道是不是调试器 其实是基于异常的 就是我这个被调试进程 它一旦出现异常之后 无论是他自己 就是不小心触发那种 我们之前说的那种错误了 还是啥 还是说我这个调试器 就下了一个inter三段点 这种是陷入对吧 也是一种 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异常 只不过是就是主动 让这个被调试进程触发的 就无论哪一种异常 其实都是会 通过他会找到这个调试对象 被调试进程 一看你这个有调试对象 就调试在被调试进程的某一个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找到这个地方 我们找一下这个 叫做debug port 我忘记在key process还是epersess 应该是在epersess里面 就是这个578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578的位置 就是有一个叫做debug port的东西 它里面存的什么 它里面存的其实就是调试对象 然后我们建立这个关系之后 一旦被调试进程出现异常之后 它会调用 我们之前在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在学那个异常派遣的时候 是dispatch exception 这个handle 我们f5一下 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这个地方 就是 大家看 就是这个是我们用户派遣 对吧 你只能说是你用户进程才有调试器 你内核进程像什么system什么样的 你不可能给它挂上调试器的 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调用一个函数 叫dbgk forward exception 这个其实就是 你调试器来处理的一个函数 正是通过这个东西 你这个被调试进程 就可以找 就可以把这个 我们之前说的那种什么context ex regard 然后 这结果给放到调试对象里面 给把调试机贴上 是一个一个事件 它是一个力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列表车 当然它还有别的东西用于同步的 然后 就是说它就 我们来看一眼调试对象 它这个结构 我们这个地方参考 我们可以看到调试对象这个结构 它有一个事件 我们知道事件是用来干什么 是用来同步的 对吧 还有一个护制 护制体 护制体 其实是一般用于干什么 其实用于 链表操作的 对吧 因为它下面有个链表 这个链表里面存放的叫做 debug event 是一个个事件 然后 就是这个 这个是 就用于来通知 你这个被调试的器 有新的事件产生了 然后 我们刚才说到 就是发现一场 它怎么办呢 首先它在调试器里面 调试对象 它找到调试对象 然后把这个事件给set一下 也就是说让事件有信号 这个时候我们调试器 它有一个调试循环 回头我会让大家看一眼 一个简单调试器 它是怎么样架构 它一个调试循环 我们来现在就让大家看一眼 就是一个调试器 它简单调试器 就是几张代码 一个最基本的调试价格 它到底有 哪些什么调试循环是啥 就是这是一个调试循环 我们看一眼 就是你首先调用一个叫做 debug active process 然后可以用来附加进程 附加进程就可以调试它了 然后如果你创建进程 如果你指定了一个叫做 debug process的这个标志 那你创建的时候也会调试它 所以这个区别就是什么 就我们打开一个调试器 就如果我们直接启动一个线程 就比如我们直接启动 这个debug view 它这个时候是按照哪一种方式调试 按照cred process 然后debug process这种调试 然后假如我们启动好一个线 启动好一个进程 然后我们用这个叫做attach 也就是附加 然后找到这个debug view 这种其实是调用了一个叫做 debug active process的一个函数 其实咱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逆向过cred process 你会发现如果它这个创建进程 有个标志指定了debug process 它会在创建进程的时候 先active process一下 然后再给你创建继续创建进程 所以其实本质是一样 我们只就为了避免逆向多余的代码 我们只逆向一会儿只逆向一个叫做debug active process的 这个函数它就是用来建立这两个之间的联系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旦建立联系之后 我们就开始等待事件 因为我们知道调试事件 它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对吧 我们这个异常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打开一调试器 我们这样 你说我正常操作会不会触发什么断链 或者异常啥的 不会吧 对吧 只有我们什么主动出发 比如我这里想暂停一下 然后是不是才会出现这种异常 就是说我让它停下来 然后让我调试器处理 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调试器都是没事干的 所以这个地方它在等待我们这个调试对象 它什么时候好 这个函数 它一直在循环 一直在等待 我们这个等待是infinity 也就是说无限时间等待 一旦等待成功 我们什么时候能等待成功 就是这个被调试进程 它发生了什么 该通知调试器的一些事件 比如创建县程 创建进程 创建 加载了代 加载了新的模块 或者是别的一些东西 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异常 它就会把我们之前说的 其实我们调试 wait debug event 就是死等的东西 它等的是谁 它等的就是 debug object里面的event percent 等待这个事件 一旦我们有事件 然后它就把这个东西给置信号 然后我们这调试器在这等 等到了 然后就可以继续往下执行了 继续往下执行了 它根据你这个 它等到的这个叫做debug event 其实这个和20 我们0缓也有一个叫做debug event的结构 但是这个debug event和我们 这里面提到的debug event 它这个还不太一样 我们这个debug event 它和20区别还是挺大的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 先不讲究这么多 但是我们就会等到一个这个东西 这是灵魂跟我传过来的 然后等到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debug event 来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debug event 里面的叫做dwdebug event code 然后来看呢 这个是什么样的事件 比如我们这个东西 它都有什么事件 我们可以看一眼 它有什么 有这个异常 对吧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有创建县程的调试时间 创建进程调试时间 然后推出县程 推出进程 加载del或者是卸载del 什么output debug screen 什么 就是你用那种 就是有点像debug print那种函数 它会也会触发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rip event 我这个还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异常 别的东西你都可有可无 你想想的 想想 其实我们调试的时候 是根据什么调试的 其实就根据异常 对吧 我们就是通过断点 然后让它出现异常 然后我们调试器接管 然后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接着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指令 然后在它这个地方 一次一次给它抛出一个异常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寄存器 它有什么变化 这就是调试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调试的过程 而我们处理完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看一下 处理完这个事件之后 我们调用什么 我们调用continue debug event 在这个时候 这个函数其实是干什么了呢 这样想这样讲一下 各位 就是我们是不是不只要我们调试器要等待 你说你这个被调试进程是不是也要等待 大家想一下 你想想假如我出现异常 你说我能不能能不不等待吗 我肯定要等待 对吧 必须等待你这个调试器 把异常给我处理完了之后 我才继续往下走的 对吧 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调试对象 它里面有个链表 链表挂着什么 叫做debug event 就是一个debug event对象 就是而这个debug event 它里面不只有事件 它还有别的 比如这个是什么异常 这个是异常的地址在哪 或者是如果不是异常 它当然这个调试事件 它不仅 不仅包含异常 对吧 还包括我们刚才也看了什么 现成创建 进程创建啥的 它还可能包含别的事件 但有的是需要等待 有的是不需要等待 大家想一下也明白 假如我创建现成 我创建进程啥的 你说我需不需要你调试器来等待 我又不是一个错误 对吧 我没必要等你调试器 给我下达命令之后 我才干这件事 所以有的事件是不需要等待的 但是有的事件必须等待 比如什么呢 比如啊 异常 对吧 我们一旦出发异常之后 我们就是找到调试对象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调试事件 挂到调试对象链表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等待 等待这个调试事件 里面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现成就卡在这了 然后直到我们调试器处理的时候 我们调用这个continue debug event 然后这个调试器 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debug event 这个debug event 是我们被调试进程在等待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直接赛他一下 让我们这个event有信号 然后我们这个被调试进程 也可以继续往下执行了 因为这个时候是相当于 我们把这个异常给处理了 对吧 而这个时候 我们调试器 又会在这个continue debug event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等待事件 给他reset一下 也就是没信号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重新进行等待了 直到我们被调试进程 下一个异常 或者下一个事件出现 然后再如此反反复循环 这就是 其实就是windows 它这一个非常严密 而且非常严谨的一个调试体系 后面我会逆向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windows这一套调试器 做的真的非常棒 而且就是从XP开始 这个windows调试体系 就从来没变好过来 对也足以就是从侧面说明 windows这个调试体系 做的是真的很好 因为它非常稳定 都几十年过去了 它这个核心代码 其实是几乎是从来没有变过 包括什么结构体了 什么函数的参数 我就是敢说90%代码 是从来没有变过的 因为我逆过一遍 然后对比的wrk 我也看了一遍 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好 说这么多 我看一下 这一课十四分钟 我们就是这一课 简单介绍了这吧 我们介绍什么呢 我们介绍到了 就是windows 它这个调试体系 是怎么运行的 当然 我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就是稍微再看一下这个笔记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地方 这些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 常见调试事件 我们刚才说了什么进程 常见进程其实异常 这个最重要的模块加载 还有打印日志 被调试进程建立 这就是下一课之后的知识了 我们这课先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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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